今天是黃珊珊競選總部成立的日子 黃珊珊已經當議員當了20年 其實他的表現怎麼樣 大家有目共睹 今天並不需要再來錦上添花 但是我作為台北市長在 市議會跟他有這四年有晉升的這種觀察跟接觸 所以我是 非常 欣賞跟喜歡這個人 我每次在講說 其實政治的原則很簡單 就三個原則 對的事情做 不對的事情不要做然後認真做 那議員通常在 地區在 接觸很多選民 所以對於地方上需要的東西 就所謂對的事情比我們更清楚 或者是說對於這個地區老百姓不喜歡的東西 也比我們更清楚 所以在我當市長的時候 黃珊珊對我們這種很多事務的建議 我的態度是這樣 講的有道理我們都會去做 那 珊珊議員就是 會 就是那議員當中 算是告訴我們什麼是對的什麼錯的 最多的議員 所以表示說他在地方上是一個非常 非常了解這個民間狀況 然後他也不立即給我們這種 指證 來督促我們要認真做 我隨便來講幾個 其實不用我特別講 我最近我在網路上看到 有很多人把他在議會質詢的東西 然後再去對應說後來我們有做了 這個 也就是說 做得好 不用自己講 社會上都到處會幫你宣傳 隨便講幾項 我們在推動公宅 珊珊就很認真 幫我們找地 因為台北市政府常常只知道說 他的室有工地 可是像國產署的 軍方的獨地 有時候反而在我們的紀錄裡面是沒有的 但是因為黃珊珊是地方的議員 當了20年 所以他很清楚說哪塊地是 可以拿來做公宅 所以在我們推動公宅當中 尋找這個公宅用地 給我們很多的幫忙 另外以前我們在租金補貼 不管你家裡多少人 你的收入多少 反正就一口加5000元 當然這聽起來是不合理的 應當按照你的收入 按照你的人口數 家裡人口數 有這種叫九宮格的這種補助辦法 所以從這個1000多到1萬多 有各種各式各樣的這種輔助 那這種租金供給補貼的制度 也是黃珊珊的建議 我們聽起來很有道理 在交代社會局去做 另外還有一個 聯邦合家翻的海沙戶 這個已經講了16年 坦白講 我們剛剛當市長的時候 有時候也是做很多事 也是有人幫你push 你才比較會認真去做 所以這個三三月就跟我們說 那個荷家灣 那個海沙已經16年了 就卡在那裡 也這樣讓我下定決心 後來就說 你們再也不拆 就斷水斷電 總算就把它整個處理掉了 那據我所知 所以有時候 政治上就是 有時候我們不免 有時候還是會猶豫 你知道 所以要我們 所謂 有浩然正氣的人 幫我們不許一下 我們會比較勇敢的進行 另外 在今年9月 開始 那個沒有抽到公佑的 小朋友 如果是念私立幼稚園 可以一學一學補助 13660 那一年也有 27320 其實這個制度 也是331元 有幫我們 去幫我們想出來 本來是這樣 我們的理想 公佑加揮營利要占70% 那私立幼稚園30% 意思是說有錢人如果他喜歡念私立幼稚園那沒有問題 那麼現在為什麼家長沒有抽到公立幼稚園那很不爽 因為那個私立幼稚園跟公立幼稚園的錢差太多了 當然是這樣 就整個國家的教育走向 我們還是希望說非營利幼稚園要占到30% 可是 要蓋幼稚園 要找地 找老師 很多那個 那個也不錯你今天講明天就 就有了 可是對老百姓來講 今天沒有抽到他就很不爽了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我們還是會很認真的去 推動 這什麼一條龍制度 比方說在國小裡面 從0到2歲的拖嬰 2到6歲的幼稚園 然後6歲到12歲的這個小學 一條龍制度我們有在推 也在推這個非營利幼稚園 可是他需要時間 但是在這個我們還沒達到這個30%之前 我們從今年次上從今年9月就開始了 就是說你沒有抽到公佑的話 一學期可以補助這個13660 這個對那個 家長來講年輕的家長來講馬上就受費 其實我聽說現在的年輕人 他是兩頭大竹梢 因為上面 照顧父母也要花時間 照顧小朋友也要花時間 所以他們是壓力四代 所以如果要減少壓力四代 是我們政府要做的努力 那在這一點 黃珊珊給我們這個13660 是幼兒的幼稚園的補貼 就是一個很 很好的這個制度 另外一點 有時候家長臨時有事 需要讓淋託 事實上這個制度我們先開始在文山區 有一個找一個點在試辦 那我們看看OK的話 也慢慢推到全 全市12個行政區 就是如果你臨時父母有事 有個地方可以 暫時幫你照顧那個小baby或小朋友 這叫零託或假日託育的制度 所以很多這種幼兒的福利制度 也是黃珊珊跟我們講的 另外是這樣 內湖的交通 坦白講我們後來研究過 內湖的交通不是交通問題 他是都市計畫失敗 因為人口增加四倍的時候 從7.5萬上升到30萬的時候 他道路面積沒有增加 所以整個內湖實際要解決 長城計畫是要做環狀線 那那個交界點 環狀線交界點是在 文湖線跟 跟這東環線的交點 就是在目前這個大灣北段那個地方 不過是這樣 整個環狀線 目前我們是台北市政府 虎級長官直接類官 因為現在昨天早上我們都還在開會 在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我相信整個環狀 我們過去台北市的捷運 都是輻射狀 所以我們現在做環狀線把它全部圈起來 那這個西環 這個地方 大部分在新北市 年底就會完工 最慢明年6月會開工 那北環南環目前在行政院已經封過了 東環的這個 可行性評估 我們在市府已經做完了 那最近會來辦這個說明會 設占的地點要問大家的意見 所以整個環狀線大概是未來10年 這個市府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我知道很多我每次看到李建源都是黃珊珊在抱怨說 北環南環你知道 講老半天你知道 不過你們放心好的 這個我們既然有虎級直接類官 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整個內湖的交通 它的長期處理 就是環狀線會處理 不過其實在這之前不管是陳美喬的擴關 港前路的擴關 還有這個快速公車的 開始你知道 還有溫如線這樣搬距是我們最 最密集的時候可以壓到80秒一搬 沒有一樣錯事可以100%解決內湖的交通 但是這樣有做還是有差 所以這也是我的概念 因為今天宋主席在這裡 宋主席以前常常每次 見到我都跟我叮嚀說 人民的小問題就是政府的大問題 我也是秉持這個信念 意思就是說把所有小問題都解決了就沒有大問題 我想各位市民朋友 你們有沒有發現我們在巷子裡面有畫那個 綠色人型通道對不對 你曉不曉得 去年2017年 是50年來台北市車禍死亡人數最少的一年 那個有做靈體交通改善計畫的理 他的那個車禍傷亡人數降47% 所以這也是回應這個宋主席在講的 為政占耐煩而已 因為事實上在巷道裡面畫那個綠色 這邊畫綠色人型通道 這邊畫停車格 坦白講他不是什麼偉大的工作 他都需要耐煩而已 因為需要去溝通 可是你想想看我們台北市456個禮 到去年中我們才做到 到去年年底統計我們才做到190幾禮的時候 整個車禍人數已經下降到 是50年來最少的一年 還有一點 這個也是因為宋主席才剛才跟我講 人民的小問題是政府的大問題 你們知道養德大道 5年車禍700次 我第一次看到數字嚇一跳 因為去年是這樣 去年那個養德大道又發生那個 車禍一次就死了4個人 後來我就要求那個交通局把資料拿出來看 我說這條路 5年車禍700次 每年都有文化大學學生死在那條路上 我說哪有什麼製造不能解決的 後來我就要求他們 把這700次車禍 所有發生的地人 用Google map 就把它點出來 點出來以後你就會發現說 車禍有集中在某個路段 然後要求每個路段 不管找里長來 甚至找那個文化大學的總部長來 或是地區的一些社區的一些 人來 這個車禍這個地方這麼多到底要怎麼解決 聽他們的意見 按照我們的這種專業意見 然後再修一修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我們去年7月車禍 我們後來在8月就下定說一定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花了大概5 6個月時間去做整理 今年的1到7月相較去年的1到7月 車禍傷亡人數降60% 坦白講 養得大到車禍傷亡人數下降 對選票沒有什麼方法 為什麼 因為老百姓不知道 坦白講 2017年是50年來 台北市車禍死亡人數最少的一年 老百姓也不會知道 老百姓遇到車禍 常常想說運氣不好 他都不曉得其實是 可以改善 因為當時我們就要求說 我在統計一年你知道 凡是那個車禍人最多的 發生最多前面4個地方 都要寫檢討報告 都要去處理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 政治其實也沒有那麼困難 就是對的事情做 不對的事情做 認真做 其實議員 通常就是 我們在 實行這個三個原則的時候 最重要的 因為議員在地方上走動 什麼是對的 他們很清楚 什麼是不對的 他甚至比我們市政府更清楚 剩下的 我們不夠認真 他再盯我們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 對的事情做 不對的事情不要做 認真做 那我在這個地方 絕對可以跟大家 保證 黃珊珊就是 幫助市政府 執行這三個原則 最好的議員 所以剛才我們在講 這個比藍綠更重要的是黑白 然後比統徒更重要的是是非 就是我們就繼續認真做就好 其實還是那句話 我後來發現 政治也沒有那麼困難 給正常的人來做 但是你不要笑 這個正常來做 稍微再認真一點 最後講一個小故事 作為今天的結束 以前我在台大醫院當醫生的時候 我是最好叫的醫生 什麼意思你知道 我常常晚上10點回家 躺下去睡你知道 一點你知道 住院室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科屁 那個病人胸管 已經流血流1000cc了 你來醫院看一下 我常常晚上12點才躺下去睡 一點又被叫起來 我很想跟他講說 你就叫那個血再酥一下 明天早上我再來 可是 我每次 每次就想到一件事情 對醫生來講 那個病人只是你很多病人當中 其中的一個 可是對家屬來講 他是唯一的太太 唯一的 唯一的爸爸 所以每次想到說 對醫生來講他只是其中一個病人 可是對家屬來講他就是唯一的 所以每次 嘴巴念一念還是乖乖起床 然後騎腳踏車去台大醫院 我以前沒有買車 我那個就在 我住的地方都離台大醫院很近 我騎腳踏車去 我跟你講 冬天晚上一點多 騎腳踏車去台大醫院還是蠻痛苦的 但是我還是去了 其實還是這樣 這個也在當了市長四年跟大家講了 其實 其實 愛贏贏贏你知道嗎 常常我們在執政的時候 有想到 其實後來我還覺得政治也沒有什麼那麼高尚那麼偉大 讓老百姓 給我一口安穩的飯吃 這樣就是 我們執政者最重要的附加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來送他一個 中堂 柯市長呢也特別準備了一副中堂來 要送給我們的三三議員 上面寫的四個字 同心相戰 同心相戰 我們是一起努力 一起練得更好 共同心手 我們享受美好的未來 謝謝柯市長 和一位三三整類的 尊心的名字 同心相戰 而且讓我們在座的好朋友 讓我們再一次 做歡呼聲 來進去柯市長好不好 黃三三 dua dua 黃三三 dua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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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